是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期視頻 我是9527 日本回來後那個好像有點感冒 然後聲音還是 有點鼻音 然後現在在流鼻涕跟咳嗽 不過已經快好了 然後也沒吃藥 就是慢慢就這樣好了 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從日本的時候 我在那邊就是訂淘寶然後到那個集貨中心 然後我從日本那邊按發貨 這樣回來我就剛好可以收貨 然後有兩代 大概就是目前前面看到的這些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 第一個那個Molly的 今年新年的翔龍銀獻銳 這是禮盒版 應該是禮盒版吧 因為它有點特別 然後有點重 所以我買了一個禮盒版 然後上面是那個Lulu豬 我已經不知道Lulu豬最新的系列是什麼 因為我上一次那個 Lulu豬那種旅遊系列我還沒開 郊遊的那個 然後這個好像是廚房的系列 然後再來是小野心的 然後下面那個是尋找獨角獸 拿起來 尋找獨角獸今年新出的 它是寫3024 然後裡面就是全明星嘛 那跟那個 泡泡馬特一樣全明星 那盲盒四個大的就這樣子 然後 獨角獸的話還有送一個那個 爸爸的那個死神的版畫 它說有限量 可是我覺得不可能 因為 到現在還有送的話就表示 它應該是沒有限量的 然後這是我因為湊那個費用 我就買了那個 Ripolla四盒 然後一個那個 咪咪的 奇怪的朋友 還有一個那個RICO的 然後那個Lulu豬送的話送這兩個 一個廚師的Lulu豬 然後還有這個三個是那個 聖誕的掛飾 那個燈泡 燈球 但是不會發亮 就是豬的造型 另外這次還買了這個 撲克牌 它這個是很貴的撲克牌 一副大概 一千多塊吧我記得 然後 出版的已經沒有了 我找不到 可是就是找到可能價錢很貴 我就沒買 因為它打開的話它會發光 它還有送那個水銀電池 它送了四顆 然後這個是奇異博士的撲克牌 這是正版的喔 它跟蜘蛛人的這兩個都是正版的 然後 因為我不可能會開那個牌嘛 我就頂多開盒子給大家看 所以我買了兩副盜版的 奇異博士跟蜘蛛人的盜版的撲克牌 至少開開就知道它裡面的內容是長怎麼樣子 然後正版的那個迪士尼100週年的 這隻撲克牌系列 另外還買了一個這個 就是牙膏用不完 洗面乳用不完 用這個把它擠 夾住以後 然後轉旁邊的那個旋鈕 就會把牙膏擠得很乾淨 另外 買了一個牙膏 它這個牙膏好像是藍色的 刷完以後 牙齒會變白 上面是這樣介紹 實際上沒有用過也不知道 又不太可能去做全磁罐 因為那個太貴了 當然也可以去美白牙齒 應該有比較便宜的做法 不過就是先從最便宜的東西來試試看 我雖然沒有抽菸 但是可能 有喝那種飲料的話 牙齒多多少少 不可能會跟一開始一樣那麼白 一定會慢慢變黃 這就到時候試試看 再跟大家說好不好用 然後買了那個筷子 316 然後這上面是 有浮 左邊跟右邊的筷子 筷子的尾端 還有一個浮器的浮字 然後是十雙不同的顏色 但是有幾雙的顏色 我覺得太相近了 316的 不過也不錯啦 因為不貴 而且它是方形的 又不容易滾 這就買來 買來 怎麼講泰文 這就買來過年用 OK好 那那個 過年會來開一個那個 端盒的盲盒大亂鬥 我可能會選個四 五六盒吧 我們就大家到時候跟 表哥表嫂就一起把它開掉 我之前好像還留了一堆盲盒沒開 那這一期就到這邊結束 那這就是這一次 看這是一月份 那這就是一月份的淘寶 我大概就買了這一些東西 那過年前的話 我應該不會再買東西了 我應該會去 大潤發或者是那個迪化街那邊去補一些年貨吧 因為我現在看 其實 因為我現在寄東西回來台灣的話 我常常會被課稅 因為可能太常買東西 那個稅金基本上 那我就乾脆在台灣買就好了 所以這就是一月份的開箱 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 就再看 明年會不會有什麼其他的東西要買 因為我覺得現在那個泡泡馬特的盲盒 跟大陸比的話 如果加上稅金再加上運費的話 其實我覺得真的就在台灣買就好了 沒有以前那麼便宜 除非大陸有送那個吊卡 那個還可以買一買 不然我覺得都差不多 OK好 那本期視頻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視頻請記得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好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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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necessarily пос понимаю 從來 有夠 你有夠 有幾百分 有夠 有夠